都得不到效果 那下面呢 再分别给我们说 先将从世上改的 如前日杀生 今皆不杀 前日努力 今皆不怒 此就其四而改之之 强之于外 其难百倍 且病根终在 东灭牺牲 非究竟固然之道 那么这是先将 从世改 从世改 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 一命把它制止 这个地区是有限度的 它有个保护点 改的不彻底 举着一个例子 譬如从前杀生 现在你发心持戒 你去受戒 受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你发心持戒了 那么这个五条戒呢 都是断除自己的五种习气 习气太深了 要断掉非常困难 你现在就不杀了 你这不杀能支持到多久呢 从前喜欢发脾气 喜欢骂人 现在借除 我不发脾气了 举这个例 这都是从四场概念 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 很困难 病根总在 为什么呢 贪嗔痴慢是病根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境界先行 它又会起先行 有一些人 善根深厚的 还能够强制得住 善根薄弱的 往往遇到大的逆境 它就没办法控制 小的逆境 它也能控制得住 大的就不能了